元素大概差不多 那你就会做一样的东西 这边设计好看就是对称的 我们认为这是套公式 因为这套公式的结果会不好 不好是怎样 消费者就是很居住人意的概念 建商用套公式的 他找一个好的位置 设计一个东西翻过去好看 成本低 第二 你会说那我当然要买这个好 这个不好 因为这个一定不好 因为套过去他不照他的设计法 所以这边会有人使用很多奇怪的 可能看到别人的房子 看到别人的窗户 看到别人的厕所 对不对 等等的 那他这边会卖很贵 这边会卖比较便宜 所以还是卖得良 那这就居住正义会在讲 居住正义不是在讲 请你卖其房子 乌克瓜牛 居住正义就是说 就算你有钱想买房子 你买得到你心目中的好房子 那心目中的好房子 一定要上亿你才能买得到 那都市这么大 都市这么大 大面有公园第一排的 也有第一排后面的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 第五排的 那如果你都套同样的公式 你盖出来的房子 一定就是那样子 这也是一种居住正义的思考方向